民主動力的副召集人 王志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民主動力的副召集人 王志偉 今天在這裏和大家討論一下 上個禮拜引發的警察濫權風波 事源就是國家副總理李克強先生 在上個禮拜花了三天時間訪問香港 而警方居然以這個保護政要為理由 視以這樣去畫核心保安區 在保安區裏面不單是我們見不到示威的蹤影 甚至連記者的正常採訪都被警方所制止和阻藏 我們看到其實警方是需要按他們的警察通勵 以這個互助互讓的態度去協助記者的正常採訪 甚至是不應該阻礙記者的拍攝工作 但是我們看回香港記者協會所出的一個聲明 他們裏面提到的幾種情況是令人感到憂慮 包括就是有警察是要脅記者 說如果他們不按警方的指示 去撤退到警方指定的範圍 他們會照來貨車去阻擋記者的正常拍攝工作 亦都有女記者投訴就是在採訪期間被女警推討 有這個肢體上的接觸 亦都有記者說就是有些穿著黑色的警務人員 去阻礙他們的拍攝 而當記者要求他們表露身份的時候是遭到拒絕的 而更加令人擔心的就是 當李克強附送你去探訪某一個香港的屋苑的時候 有住客穿著平反六四的T恤 落到家樓下居然是被警方抬走 甚至是拘捕 所持的理由就是他五年前 觸犯了一宗懷疑是充紅燈而沒有交罰款的事件 但是事件亦都很明顯反映到就是警方肆意濫權 以及為了令政要感覺舒服而作出無理的踐踏人權的舉措 而原本香港大學一百週年 是一件值得大家普天同慶的一個慶典 但是很可惜我們看到有香港大學的同學 為了匯合其他同學去進行一個示威 竟然被警方不單只是推到在地上 甚至乎是被非法禁錮在後樓梯裏面 長達一個小時以上 以上種種 其實正好是一個警號告訴我們 香港人所一直珍視和享有的自由和人權 已經是逐步逐步地受到警察所踐踏 甚至乎是侵犯 其實人權和自由就好像空氣一樣 當你享有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這麼久都很舒服 或者你不覺得他們的重要性 但是當你開始覺得頭暈或者心跳加速 而出現這種缺氧的徵狀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覺得有一些危險所在 而當你真的缺氧的時候 你的生命已經危在單直 而上一個星期警方的舉動 正好告訴大家 我們快要缺氧的時間已經到了 其實看回頭 警方上個星期的舉動 正好是他們七一震撼 示威的時候的一種延續 在七一遊行之後 有部份的市民 他們是用一個比較 所謂的激烈的方式 霸佔了一條馬路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但是警方在預先沒有警告的情況下 就動用了胡椒噴霧 其實事件已經惹來 社會上的一些強烈的反彈聲音 而今次這樣的舉動 社會上更加惹來強烈的不滿 不單是星期六有記者的遊行 連大律師公會也都出了一個 操持強硬的聲明 是要求警方去交代和道歉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我們看回兩位疑似特首候選人 唐英年司長 竟然以完全垃圾 完全垃圾 去形容社會上 對警方濫權和踐踏人權的批評 而范徐里泰女士 亦都說要給領導人 有一個良好的印象 說要令到他覺得 香港的情況是受到控制為由 叫市民如果要享有自己的自由和人權 就只能在自己的家裡 或者自己的地方去用這些自由 以上的對話 不單是令到市民大感錯愕 甚至乎是不寒而律 如果一旦他們當選 所謂的當選成為特首之後 我們的人權和自由 會否受到嚴重的侵犯 甚至乎是不再受到保障 令到香港成為內地的其中一個 事已踐踏人權的城市呢 今次的事件 正好是令到我們 反思香港的民主和人權自由的情況 我們不單是要求有關人士 向受影響的人和市民 所出道歉和收回他們的言論 我們更加要追求的是一個 可以保衛到我們自由 人權和法治的一個 真是可以保障到我們的機制 而這件事是需要靠大家 各位市民和其他人 一起同心協力去爭取和捍衛的 我們接下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